輝哥早晨 Chris早晨 我知道很多錶都用砂金面來做它的錶面 你有印象嗎? 有 例如Omega 白鑿 朗格 對 朗格有一次很漂亮 對 都有做過砂金的 砂金面很有特色 對 看上去好像有些砂 但砂是砂金的 好像閃亮亮的 有些不同顏色 有些藍色 好像夜空 然後有些金色在閃閃閃閃 沒錯 我也想買一隻砂金的 好像很棒 很棒的 砂金面有不同的味道 是嗎? 你老友這次真的行 拿了兩隻 哇 很划算 定價是 定價是4147 港幣 港幣 但是 表面是很漂亮的 不如我們先看看 這隻表面 你看一下表面 是 嘩 它是藍色的 你拿著 但好像有些 一粒粒的 沙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價錢 未必是Adventuring 但那種感覺 拿上手 好像很棒 因為它有兩個版本 這個版本 是有少少藍色 在黑色的夜空 然後有些藍色的閃閃閃閃閃的 你覺得呢? 是啊 你看到沙 沙的感覺 好像有些藍藍色 我再近鏡給你看 它是100米防水 是 Auto Relay 是一個功能 即是說 如果放一隻錶 太久 它就會不走 保存它的電量 達到12點 你一拿上手 它才會 Relay 原來是 Kinetic 原來 Kinetic Kinetic 可以嗎? Kinetic 當然可以 人工動能 滑一下滑一下就可以了 好像不用換電 滑一下滑一下 好像有個坨 是啊 它是機械和電子兩樣一起的 是啊 先不說是否Kinetic 這個版本呢 是一個青色的版本 你看到 外面有些分中黑度 在 inner ring 那裡 然後指針 你見到逐秒逐秒跳 是青色的 是啊 配合 它這個 是否叫 你看那個面 是不是很棒 這個面 真是直接做到 那個沙金的效果 有那個效果 我對 看完這隻 看完這隻 原來還有一隻 你拿著這隻 這隻我先介紹一下 純粹說面 剛才那隻 就是黑色的夜空 然後有一些 藍色的閃一下閃一下 藍色的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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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 這隻就是橙色版本 它怎樣呢 都是一個黑色的夜空 然後 你看一下 那個面 哇 是橙色閃一下閃一下 那些好像 火紅火紅橙光那些 是啊 真的好像那些金 金沙 像金沙 像金沙 真的像金沙 橙色 我想它也是配合了 它那個 色的設計 因為這個是有少少橙色的砂 那旁邊 它就是用橙色的一個 數字刻度 還有 亦都配合了 整支 那個秒針 那我看看 尺寸大不大 我覺得 我沒有量度過 現在才量度 那尺寸我覺得是 沒有一般錶那麼大 就是圈口來計算 是38度 38度 38度 非常適中 越對適中 38度是你說剛才的內圈還是外圈 Ba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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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不計算這個 Crown Guard 不過我再說多一點 你看到一個一體化的標殼 就不需要換皮帶 這個在一格格的設計 好像有少少六角形 再說多一點 它的殼形有一個特別的做法 就是它有一個Basel 它的Basel 有一個Crown Guard 去保護這個敵 是嗎 是 然後它就突出來了 有少少裝飾 好像有兩顆螺絲 那裏 這個就是一個外圈 連接到 Crown Guard 保護裝置的部分 是嗎 我覺得是有少少科幻感 你覺得呢 這種裝飾感 真的也是 挺有 挺有 挺新穎的 我都看上去 暫時我有兩隻色 一隻精工的絕版 KINETIC 標誌在這裏 那個面子 都是不差的 我看到中間那個圈 有一個圈口位 這個面子 即是意味著這個面子 是兩塊面子再組合拼湊在一起 是兩塊面子 是 然後再拼湊 它有一個圈口位 那個圈口位的反光 都是亮 紙釘 是有 全部金屬紙釘 亦都有這個 夜光 是嗎 是 一定有夜光 不用找了 夜光一定有 精工那些就不需要擔心 紙針到夜光 這隻標定價是 我們正在賣超特教 超特教 折了之後 不如我算了一個折扣出來 嘩 都是2400多元 五九折 對 折了之後 2400多元 港幣 五九折 總之是五九折 對 只有低於半價 不是低於半價 五九折不是低於半價 是低於六折 低於六折 五九折 都很划 2400多元 2440多元 2440多元 買到一隻 這麼正的精工KINETIC 奶英小朋友可以來到永時中標 尖東半島中心 找輝哥選購 多謝各位